消化性溃疡是指消化道的保护层,黏膜发生严重反应,坏死,脱落,形成溃疡,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,大约有10%的人一生中曾经得过消化性溃疡,并且多发生在青壮年男性中,得了胃溃疡,在野食方面,有不少传统战士,现在认为不一定正确,比如,喝牛奶能治胃溃疡, 希腊食物会导致的溃疡,希腊食物似乎具有刺激性,但这些食物本身不会导致的溃疡,溃溃疡的主要原因还是幽门罗感军,其次是菠西药物,不过在已经患有溃疡的患者中,希腊食物会诱发或加重症状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患者还是应该避免这些食物,得了溃溃疡要进口饮食,对消化性溃疡的发病不起绝对作用, 所以除非患者自己觉得,某种饮食吃了不舒服,否则不需要忌口,饮食上按照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善食宝塔就可以,当然,如果把剑面,心球也摔在忌口里面的话,那这种忌口还是需要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